没有时间 蛤 到了啊 他真的就是这样安静 Oh my god 撞到电了 对不起大家 我第一次驾电动车 我还没有上到半山 剩65号呗 今天我要去做一个大壮举 各位 我要去驾电动车咯 不用打油的哦 只是充电罢了 而且等下我要驾驾驶死的 铲上云顶 我是不是很敢死咧 所以等下我们要驾这辆电动车来 不是我的 也不是阿肯当然哦 我们买不起 我们是要去租 今天的影片主题就是 One day 体验电子租车 而且还要是租纯电动车 你懂吗 Lisan Lyft 不懂 没有听过啊 没有听过啊 见出名你不懂 现在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租车 我昨天已经守卫过了 马来西亚第一个有电动车租车服务的就是Go Car 然后我昨天就已经 download了他们的apps 然后我已经租车了一个account 现在就教你们怎样去book这个车 哎 第一步进了页面之后 你看到sharing这个字 你就按进去然后按Round Trip Proceed So 24号嘛 时间你就可以选你要几时Start跟几时End 3点开始 然后我们回程等下上云顶可能会到比较夜 所以我就放11点半 OK 按Apply 这个Map里面哦就会说哦你的附近有多少辆Go Car跟多少辆Go EV EV就是电动车 如果是电动车的话是一个闪电logo的 如果是普通Go Car它就是一个G字的 就点我附近的这个点进去按Book Now它就在买它哦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租的车是多少钱 多久时间然后在哪里可以pick up 然后再加一点点车的保险费 然后就按Continue 这边很重要记得用这个Promo Code 50 Go EV 给一个50% 我就这样子Boak的 然后总共是150块 Unconfirmed 就可以啦 OK 不好车了 我们现在就要直接去Go EV Hub拿车了 Go EV Hub就是他们专门拿来停放EV车的地方 它跟普通的parking spot是不同的 它们因为要充电嘛 所以就要一个专门的区域停放它们 KL的话附近几个mall都有Go EV Hub 比如说Mid Valley啊My Tao啊AvenueK啊 这样最靠近我家的就是My Tao 真的超级无敌靠近 所以我们现在就Go Go 它这边哦 有讲我的车牌是VDJ2386 有如果找不到车的话可以找Horn 可以按灯可以按GPS的 我看一下这GPS先 我这边要按GPS的 我都在里面了 电动的哦 还好又不是我开你开的 所以我很兴奋 跟油车是不是一样啊 会不会一走我就走 那边那边 找到了 这一区就是Go EV Hub 在充电耶 Cube耶 VDJ2386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那个充电口 OK已经找到我们的车了 这一辆就是 即将陪我一整天的 大白 拜拜阿西亚 就是要拿车之前呢 而且还有一点点步骤要做的就是 他叫我selfie 就是要先拍照 这名车主是谁 然后 再帮这辆车拍照 可以unlock了 历史性的一刻 看可以开没有 Walking车主 这车很干净耶 Go car has been sanitized 它已经消毒了 然后还有送一个 手指控器 还有一点 一点小振品 这样好啊 现在租车 先开始车 一点点 踩鞋 push他 没有声音了 啊 开始了啊 一样的刚才就开始了 刚才就开始了 他真的就是这样安静 但是 我的阿西亚意思 是什么什么 欸嘿嘿嘿 这样子的 真的没有声音耶 我刚才开始了 我觉得自己没有开始 哇我真是第一次加电动车 我很爽滑耶 我踩着鞋 然后我要讲退后 按什么是退后 这个开始了 Oh my god 撞到电了 等一下 我停一下 Oh my god 对不起大家 我今天是加电动车 我真的不懂后面有这个东西 我没有看到 这个表盘呢 是我没有见过的表盘来的 然后这边245km 应该是它可以走的距离 然后现在是走这个Eco Mode 对不对 然后E Paddle Off 不懂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Mine Town的Season Pass 就是说等下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给parking了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scan出去就可以了 好酷 好酷 我订的时候还有讲 这个是Charge EV Card 就是说等下我们去外面Charge EV的地方 去充电的话 是免费的 因为有这张卡 OK Are you ready? 你怕吗 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撞东西 过了 过了过了过了 我很紧张耶我 你不能拿 我很紧张 哇对我摄像这样好打的 这是你三六车主的感觉吗 安静耶 这辆车真的是很鬼实安静耶 我刚才踩油哦 我以为会有Voom 没有 没有声音啊 它就是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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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来啊我等车走前面走远一点点 这样有贴杆吗 对啊 有耶 有一点点耶 很有力一下耶 耶 我们上highway了 下雨哦 不是啦 够不够连上到船去的哦 如果不够啊 不够的话 其实你Google Map 你设计下那个Charge EV Station 你Google Map打Charge EV 其实就有很多location了 就是你就看哪一个靠近你就去哪一个咯 或者你去Go EV Hub Charge就可以了 反正我现在是Go店三个下就OK了 出发 上highway了 上highway了 OK 上去 吹风 喝Starbucks 我第一次开车上云顶啊 那Go car看到你这个视频 都轮一轮咯 送真出车咯 我轮咯 你懂吗 我没有开过车上云顶 我很怕的咯 我最远只驾过去机场罢了耶 哦很有力一下耶 这玩家打电动的车是比较有力的 没有啦 这个时装还是要看车的啦 所以你要去安静 去静静静静静先 啊来来来 静静来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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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新派 但几走咯 割他割他 哇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走七八十吧 其实我已经在走百一百二了 可以等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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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十趴了啊 哈哈 而且有买吗 really nigga 我还没有上到半山 剩六十五哦 我怕耶 证明 就是上山还用比较多电嘛 应该要用力嘛 就像我们上山采油 会吃多一点油的感觉嘛 小婷知道了 刚刚经过了半山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东西 那我们在原地走的时候 那个电量哦 是真的蛮跌的 但是我一上山的时候 那个电量跌的速度惊人 我们到哦 好像iPhone这样恐怖 YES啦 我们到GPO了 上到云顶是ok的 我只是担心下来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们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还是去打一下 因为还要死了 哇 得救了 哦 直接扒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要车点 你一定要扒进去吧 好吗 YES啦 YES啦 我们到了 We made it 车到了 得救了 你看这边有山灯 代表它在充电 好像电话充电 很cute哦 我觉得我们充半个钟看看 刚才是53 现在7点35 7点35 然后我们充到8点 ok我们就回来看它充了多少 一个小时后 ok 我们已经走了 over了 8点23分 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看一下我的车多少了 还在耶 哦 充到第三个了 哦 要stop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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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按啦 OK 我们来看看现在充了多少电 67 充了一个小时的话 我们充了53到67 这样子 意思说63千 1个小时我们充了10% 罢了 那是应该ok啊 ok我们要上山了 已经换了人 驾车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路太黑了 然后那个湾很大 所以我就 呃 给阿Kent来开 如果是换到我们阿西亚的话呢 它就已经是什么摄影了 像一般像如果斜坡上车的时候 我要踏油 很难上了 要搓嘛 但是你要回下一台 就来了 我们驾着一个电动车 冒着随时没有电的情况 我们上到来了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吃完晚餐 现在带大白来吹一下云顶的风 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回去了 然后又要还车 因为我们还车时间是11点半 现在已经10点半了 我们只剩下1个小时的时间 跟你们讲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们发现了哦 只要走下山哦 我们刚才是51的 它下山了 就会变成54%了 神奇的事情持续发生了 我们现在的电量 已经变成55%了 上来已经顶着门没有打几秒电 上来 上到来是10都不怕 你下山回去就50了 为什么会这样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是不是电动车都是这样子的 还是我们耍乎 还是我们耍乎 OK我们现在回到了 可是我们迟到了 所以我刚才extend了多1个小时 不用紧 来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剩下多少电量 44% 它50了啦 又上50 所以我大概会上了 OK不用紧了 现在总之我们还车的时候是设施 然后现在接下来我就等下把它冲回电台 然后把我们东西全部拿掉 然后end trip就可以了 好了关于我第一次驾电动车的感想就是 我感觉格局被打开了 真的你们真的要去体验一下 驾电动车感觉 就算你们不买啦 你们也是可以跟gokat 终于家去体验一下 因为人生很短 什么都要去try一下的 电动车 它真的是非常有力 我们上山下山都是用飘移来形容的 那要说在意一点的话也是有的 就是充电这一部分哦 毕竟在马来西亚的充电站没有像油站那么多嘛 所以哦你就要提早规划 现在这台Nissan Lift的话 它是可以走蛮远的 就是我们上云顶也是没有问题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去宜宝 我去马六甲都是没有问题的咯 KL区就更加不用讲咯 因为充电站到处都是嘛 加上gokat是有free一张charge EV card的 就是你充电是免费的 那我的第一次租车感想是什么呢 就是太爽了 因为我一向来哦 驾惯了Asia嘛 突然换一辆大辆一点的车 马力大了哦 整个有力了哦 感觉就是很爽耶 尤其是租到电动车 因为我自己买不起嘛 so可以在gokat上面租到电动车 其实我是很兴奋的 因为我就可以体验一下这样子 然后整体的租车体验也是一点都不复杂 就是你定了时间 然后你去取车 然后你在时间里面还车就好了 真的就这样简单 lock车什么的全部都是在那个app里面找进 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租电动车来玩的话 强烈建议gokat 因为有discount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原本哦 是200多块的 然后我用了这个50%discount之后 我就变成150块了 打上这个50 goev 直接扣50% 到4月30号罢了啊 另外gokat有一个gift away 就是你只要跟goev拍一张创意照片 然后你summit去他们的facebook 你就有机会赢到gokat的周边产品 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去test别的车 ok bye have a great time